Leo兩世紀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薩拉森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死灰岩地形 這場比賽也是地國戰爭模式 開局可以看到上方 灰色玩家是MBL 我們把他調整一下顏色 這個顏色看起來有點有保護色 MBL我們把他改成藍色 MBL選擇的文明是薩拉森人 薩拉森人特色是這個四級 造價非常便宜而且有所缺費的優惠 他的文明特性是全能的 不管你要打生旅、工程、重頭、大衝車、大駱馬、駱駝、馬弓、火槍、劍勇 都是三攻三防全部都有 連品種、跟動技術、這些該有都有 整體來說薩拉森是真正的意義上的全能型的文明 想打傻就打傻 完全不會有顧慮科技的限制 接下來看一下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特色是他的騎兵單位 有精冠技術阿茲諾騎兵 可以讓自己騎兵的戰務人口減少15% 喬治亞人他的寶兵莫拉斯帕也是他的主力部隊 喬治亞人除了莫拉斯帕可以打之外 有重裝馬弓路線可以打 或是走大槍兵劍勇都是可以考慮的路線 而且他後期有工程工程師、武武炮、重頭、大衝車都有 所以他工程部分沒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僧侶科技部分不要打僧侶戰的話通常沒什麼問題 一般的僧侶招牆還是可以用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空間勢帶會這麼大 那現在看到MBL這邊是出了三隻工兵 結果把Minchester這邊的兩隻工兵給解決掉了 MBL走的是不攻開局 那不攻開局的優勢呢是成型快 而且也可以給對方一定的壓力 雖然夠多的話是很危險的 因為喬治亞人的不攻兵呢 對劍組是加2點傷害的 所以是要破木牆啊打防止喔 都是很快的嘛 有人會說喬治亞人是一個拿著 這個是劍兵勇士拿著弓的版本的 這個不攻兵 也有這個講法 應該說裝甲步兵拿著弓箭裁隊 要破門有夠快 那現在MBL已經點下了承包時代 Vinchester這邊也是點下了承包時代 好 那現在薩拉斯人這裡是補下了一個射箭場 雙射箭場準備要來轉雙工兵 那應該不是走馬功了 走馬功的話他這邊需要更多的資源才行 工兵這邊好處是封建時代就可以存工兵數量 待會一上層可以馬上辨識 跟馬功比起來 陳老實在才可以生產 這個數量上差距就會有差 有人會說要堅持打馬功 其實也不要那麼堅持 工兵該續的時候還是續續 給對方壓力更重要 好那Minchester這邊是3TC開農起來 3TC開農起來 MBL這邊是轉副工兵 弩兵二級射 都點了 TC的部分還沒有開 先補了一個大學 直上彈道學的一個流程 哇大學也好彈道學也可以點 OK那MBL這邊工兵的流程 直接拉到最滿 但是對方3TC開農 而且把自己家裡為死 現在要打進去的話 一定要找個中打 而且是沒有TC的地方 好這邊稍微騷擾一下 Minchester這邊即時收穿 好那Minchester這邊的應對方式也很快 直接轉出了戰毛筆 但這邊還在偷 3TC穿海內偷 有點偷過頭了 要被射穿 完蛋 哇 哇這條被射穿 直接被抓了山村 好那我覺得 山村的損失算是少的了 那這邊工兵鎧甲 要找個機會點下 不然薩拉斯人 還是很容易把他給射回去 好這邊再補一個強化教堂 3個強化教堂 增加一下村民的工作效率 然後這家人特殊能力 教堂可以增加村民的工作效率 好現在朝這家人 轉出了生旅科技 救贖思想 要來著想頭石車了 那我覺得 對方是工兵配頭車的情況下 自己還轉救贖思想 其實成功率很低 因為人家的工兵可能會站得很前面 直接過來直接點就點掉了 像這樣子 所以呢 對上這個打法 工兵配頭車 我覺得自己也出頭石車 對丟可能會更好 可能會變成一換一 或者是有機會可以換上對方的工兵 所以頭石車 互換的情況下 可能會對 防守放 都更有優勢一點 那如果這方是騎兵配頭石車的話 那就用生旅 我覺得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這邊 果然 生旅暫時沒有辦法做到任何的事情 打個一發 直接一點 好先招 工兵 然後 可以轉移目標去造向頭石車 待會可以轉移目標去造向頭石車 但是MBL直接往後拉走 沒有打算要給對方有機會造向頭石車 好 但是設立的優點呢 就是可以給對方壓力 好 這邊工兵繼續守思 OK 順便繼續走 不給壓力 給到壓力就會退 在明確實地點下了走推車 後面書 插隊開始打出來66村對上80村 右邊城堡補了一個 然後有城堡之後 喬治亞就可以開始出自己的主力部隊了 那我覺得現在的馬國的走法 打法也是比較適合這樣打的 如果對方打一個強攻壓制 自己是要走開農路線的話 前期找個戰矛兵防守加生女 或者是找槍兵配戰矛 都是可以考慮的 然後現在轉自己的主力部隊 OK 那現在曹治亞人點下了一級馬卡 攻兵開甲也終於補下 風箭甲被弩兵射血量掉的還是有點快 好 拉了一隻風兵過去想要騷擾 好 帶兵CASTER也是拉出了一隻戰狼兵過來做應對 應對得非常及時 這裡關掉了兩隻三隻 頭車往前預判 往後預判 嗨 道理一下 好 兩隻清洗兵 好 兩隻清洗兵走進來 看一下黎明到底在搞什麼鬼 MVL現在知道自己事情大條了 對方的莫娜斯帕已經出場 那現在明確實這邊要守住的話 就是左右兩邊都蓋跟城堡 倒是可以蓋這個位置 OK 自己守住這些石頭 這個TC有機會可以保留下來 側面的部分就不會被入侵 農田能保住 經濟就會保留好 好 明確實在連下二級馬卡 現在農田的數量來到了29片田 黃田基本上可以再繼續撒 撒到50片田或60片田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莫娜斯帕這個單位是比較吃肉的 黃金反而沒有吃得這麼重 那這也是他很強大的地方 造價便宜 然後數量多起來時 他又會增加傷害值 而且本身騎兵又會回血 而且基本傷害又12點傷害 對上騎兵 一般騎兵只有10點而已 而且競賽防禦力還有3點 只遇到騎士對打的情況下 那是他不太會輸 造價便宜 我這個成本上的優勢在 他有體質上的優勢 雖然血量上少了一些 但... 以他的體積優勢來說 數量力多起來 是可以打一半騎士喔 甚至連落鎖都打DADD 好 那MBL喔 這邊沒有打算給這攻擊 會農起來 直接要來強攻 大量鑑魚開始射進城鎮中心裡面 城鎮中心吃了頭實測的傷害 前面的兩隻肉馬一直在吸引傷害 那這個PC感覺快要守不住 後面的攻兵一直射一直射 好 打下這邊 就TC的村民 那這裡感覺快要扛不住 MUDA SPA過來扛一下 轉身中心趕快先射攻兵 好 結果TC還是被頭死車砸到無法休息 應該是要棄手這個TC了 感覺MUDA SPA有點太堅持 但是右邊突然打出了一個洞來 MBLO家裡突然BBQ 這四隻MUDA SPA已經立了大功 已經抓掉了十二隻的村民 哇 這個一抓直接逆轉了 本來明確實有點小虧 現在已經不虧了 三隻還反抄對手 這一個 流程啊 把這個節奏 完蛋了 MBLO現在家裡有兵 一定要拆一些東西回家就 拉了幾隻駱駝回家 三隻駱駝剪掉三隻木馬斯帕 應該是沒問題 這邊好一隻木馬斯帕 好 要把這個洞補起來如何呢 好明確實現在要思考的是 這邊帝王時代 要不要趕快點一下 把這個木頭全賣掉 或是可能撒出更多農田 對 要反而去撒農田 農田數量依舊還是不夠 38片田而已 好 這邊想要做一個包抄 好 後面來一個 現在木馬斯帕的傷害值是18隻 攻擊是12加2 待會再加1點傷害 直接變成15點傷害 打工兵非常的痛 哇 這個工兵直接被包起來打 看起來是難逃一死 這邊臨死之前還想要換掉生女 但是女換不掉了 決定來換村民 村民可以換個警示應該問題不大 OK 最後是換掉了四隻村民 那家裡的木馬斯帕也終於被解決掉了 MBL現在正面部隊全部被瓦解 現在換喬治亞的回合了嗎 好 兩根寶蓋起來了 欸 但這個城堡位置 蓋的比較後面一點 那這樣兩根寶都蓋起來的話 左右兩邊的騷擾就沒這麼嚴重 這個黃金礦還可以稍微被守一下 那待會城堡再往中間插 看進攻 把這裡中間的礦場 這裡有三片礦區全部拿下來 對Mintrest來說是非常有優勢的一點 MBL現在經濟上不是那麼的好 畢竟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那如果他想要打贏對手的話 自己的話可能還是要往外擴張 你要先把右邊這一隻木馬斯帕解決掉 往右邊擴張或是往左邊擴張出去才行 不然再來的黃金礦 只早是會挖完的 好 但是現在擴張出去相當不容易 對方的拉斯帕數量已經成型起來了 即使出了大量駱駝也不一定能打得贏 而且對方有時代上的優勢 待會一層上去可能還會再繼續反殺過來 這裡還要再想一下除了駱駝之外 要不要搭配一些僧侶呢 直接上大石牆 拉斯帕這邊破門速度很快 這個速度好快好快 越來越打越快了 現在莫拉斯帕數量有24隻攻擊力 來到17點的傷害 哇17點的傷害 比游侠全滿記憶體值少了一點傷害值而已 哇這個再繼續圍 好後面有幾隻攻兵 至少會盧小 還在修還在修 NBL駱駝數量不太夠 好這邊有個小宅口 可能會打起來 哇但是駱駝血量掉的有點快喔 扛不住扛不住 右邊三隻的 露拉斯帕已經衝進去 這邊想要吸引阻力 反正的露拉斯帕先進去 少了個一波 好往後拉走 拉兩隻過去做應對 NBL 家裡目前 有點糟糕 雖然存不出已經反超對手 那現在要打贏對手的話 駱駝數量肯定是要多 紅田的部分來到四四片田 可以再多一點 好一上地龍時代 莫拉斯帕直接點下金睿三勾 優先點攻擊力 而不是防禦力 細節有做好 NBL則是點下陸駝升級 跟蹤技術 那這邊NBL也要思考的是 要不要點個攻擊力呢 還是點三級馬卡 那我是覺得駱駝作為防守單位 在跟騎兵對打的情況下 先點防禦力也不會太差 最近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先點防禦力喔 對上這個 對方騎兵喔 可能 還是會有一點遊戲帶 好 動到駱駝 還有一些時間 60秒的時間 那莫拉斯帕已經升到金睿 現在防禦力來到了7點 哇 現在這個傷害子 有點厲害啊 左邊有大量莫拉斯帕衝進來 現在NBL家裡 只有駱駝喔 駱駝數量還不夠 現在要等做裝駱駝 但是喬治亞 並不想給對方有機會 升到中裝駱駝再開打 先一波衝進去 還你的駱駝數量多少 哇這個裁縫的意思不就已經卡到了 現在中裝駱駝 升級好 NBL的駱駝數量來到3、4隻 現在就是要全力產駱駝的時候 NBL果然是選擇了三級馬卡 而不是攻擊力的提升 現在中間果然補了一根城堡 但不是補在高地 補在更前面的位置 看來想要把這裡稱為一個進八點 那喬治亞除了轉出的莫拉斯帕之外 大槍兵也已經升級好 現在只差一個三級的步兵鎧甲而已 那如果有大槍兵來的話 那NBL就大難零頭了 現在要打敗對手 這好辦法 除了駱駝之外 還要轉一下副弓兵或是馬弓會比較好 但是這兩個東西都需要大量的黃金才能轉出 現在NBL要轉弓兵的話 有點維持一晚 直接轉火槍 或許是更快的選擇 但火槍有個缺點 是打莫拉斯帕斯沒有任何的優勢 只有傷害上的優勢 攻速上沒有優勢 移動速上沒有優勢 如果是馬弓的話 還可以稍微做拉打 那現在看起來NBL要成型是有點困難的 沒有往左邊發展 也沒機會 現在有點難受 明確實的 這邊想要一波帶走NBL 後面補下一個城堡 34隻 不達斯帕 傷害來到了22點傷害 這就是喬治亞人 比利喬亞人更好成型的原因 不需要減生物 只要數量夠多 傷害就可以來到最高 但很可惜沒有像立陶宇用這個穿甲能力 如果穿甲能力就真的是做壞了 好 那現在看到大炒麵 大量駱駝兩邊互相對支 但是這跟駱駝的傷害 還是非常可觀 一瞬間就把大量穆阿斯帕給吃掉了 這跟駱駝 最後還是拿到了自己的反擊優勢 這跟駱駝想要蓋起 在NBL 這邊自動投資機 已經開始慢慢量產起來 現在Minchester自動投資機 要把更多的槍兵 往前送才行 好 這邊收村 說明上有點難受 這裡有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這城堡能夠蓋起來嗎 後面有非常多的槍兵來囉 簡單完蛋 MBL 這波可能會送有點多駱駝 或是槍兵一直補 不打不行 不行不行 槍兵一直補過來 好 又有城堡了 趕快把駱駝放進去 增加一下箭矢的數量 MBL的黃金已經來到箭底 25輪花黃金 但食物資源全部都缺 Minchester這邊食物很多 雖然沒有按進行投資機 但是這片的馬斯塔加槍兵 直接搓亮了MBL的駱駝前線 駱駝現在要繼續補過來 要從後面這兩個三個馬就補過來 感覺路徑不是很好 而這根城堡被蓋起來的話 就難受了 後面的產能要再繼續補一些 但是現在木頭也是很吃解的狀態 要補馬中也是很困難 現在火槍兵看著慢慢成型起來 MBL他是沒有辦法轉出槍兵的文明 沒有大槍兵 只有盾裝槍兵 盾裝場槍兵是打不贏級兵的 總之木拉斯帕都很難反擊回去 所以沒有辦法轉垃圾兵這個選項 薩拉森人終究還是要靠黃金八大才才行 後面的巨星球C 沒有繼續補下 MBL的巨頭 沒有辦法反擊城堡 木頭黃金都不夠 好 這裡稍微買了一下木頭 花禮白神的路牆黃金 點了一台巨頭 但是明確實的經濟上實在是太好 現在村民出又被打到出來 92吋對128吋 MBL的強攻路線 似乎沒有辦法讓明確實 選擇投降 我們是開啟了反攻的號角 明明開局時MBL瘋狂強攻 但是明確實在後期時大量反擊回去了 所以只要對方強攻防守反擊做得好 對我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這邊巨頭開拆 先駱駝 稍微過來看一下 M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明確實拿下比賽勝利 明確實最後一波的喬治亞 真的是數量很夠龐大 那我覺得關鍵還是有搭配槍兵這件事情 一般人玩莫達斯帕不會搭配槍兵 這點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對方只要大量駱駝的話 而且還是這個170低血的駱駝 反擊回去的時候 莫達斯帕也是受不了的 但是一旦有槍兵之後 駱駝就不能這麼無雙了 而且槍兵也不需要黃金了 對自己的經濟負擔也不是那麼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是大家學玩馬國的情況 不管是選玩法蘭克啊 或者是玩一些立陶宛 搭一些槍兵 對抗對方駱駝 是一個很好的反制方法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喬治亞人拿下所有的資源勝利 哇黃金甚至贏了 大概快要4000塊 3000多塊黃金 來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今明天安排 again8月180 … .. … … ……… …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